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应 各位师父 各位居士 各位大德 各位善知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到天台 宗派教学 《观心论书》卷第3 第1讲 我们看着经文 《论约》 问官至圣心 云和为涅槃 修四种三昧 得真五生仁 那这边的问 是属于正中分里面的第8个问 在正中分里面 它总共有10颗 现在这一个是属于第4颗 那这一边说 问官至圣心云和为涅槃 修四种三昧 得真五生仁 那这边最主要在讲 这个依四种三昧 方规而修行 说明官一恋自身心 取其礼正 这边的礼 取其礼 礼呢 在这边的礼呢 是指原教 这个法界观之礼 说应须依四种三昧 方规而修 依四种三昧 下面会讲 故经云又见佛子 修种种行 以求佛道 经呢 就是属于法法经 又见佛子 修种种行 以求佛道 要成佛 那所以呢 这一边呢 我们讲说 礼是以原教 佛圣法界观 那种种行 即是四种三昧 修行不同 故云种种也 种种也就是不同的法门 那这一边我们先看到论 问观至圣心 云和为涅槃 所谓的涅槃呢 小圣叫涅槃 大圣我们就叫做空性 无生 那这一边涅槃 以前我们有讲过 大小圣的涅槃 世教的涅槃都不一样 我们讲到这个涅槃 那我们就有世教的涅槃不同 那我们讲过呢 小圣叫涅槃 大圣叫做空性 空性就是无生义 涅槃呢一般都是指它的本体而言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涅槃十相义 藏教 从甲 入空观 那我们配合波瑞三观来做说明 最主要要表现出它的什么 特性 同样的涅槃有什么不同 所以呢 我们用波瑞三观套进去 来讲它的特性 藏教呢 西空观 从甲入空观的西空观 所正的是 性空无生 那这一边是属于呢 界内的俗地理 四相说 所谓性空无生 所正的是二涅槃 有于无于涅槃 在欧凡经里面都讲说 所正是二涅槃 有于无于 那大圣呢 就叫做什么 偏真涅槃 那通教 从甲入空观的体空观 这一边是理说 真地理 他所正的是空性无生 我们讲过 性空是讲的嘛 四相说 空性是什么 理说 这个空性无生 所正的通教 一样是什么 偏真涅槃 虽然有菩萨道 但是呢 菩萨成佛入魅一样 不受后游 所以他这个用呢 这个不究竟 随着成佛以后呢 也不再启用 所以我们讲呢 所正的还是一样是 偏真涅槃 界外的菩萨 从空入甲观 所正的是不住涅槃 那所欲的理论就是呢 一体 启用论 菩萨 正空 不住空 还入三界 利益众生 那这一种呢 正空不住空 我们叫做不住涅槃 表显出界外 这个菩萨的特性 也就是声闻所没有的 慈悲心 我们这个教理讲慈悲心 使者法义呢 就叫做什么 空性的用 原教 中道第一观 所正我们叫做 大不涅槃 大不涅槃呢 这个叫做什么 大圆满 大圆满就是 自断二德 一时 就近圆满 那这边所用的理论是 体用相极论 这边生死极涅槃 生死戒 极是法戒 当下就是法戒 那前面别教的假观呢 这个正空不住空 断生死不住涅槃 还入三界利益众生 所以他有一个生死戒 跟涅槃戒的不同 前面正教呢 通教在断生死正涅槃 菩萨是断生死正涅槃 不住涅槃 还入三界利益众生 他的生死戒跟涅槃戒都是不一样的 到了这个原教的时候呢 生死戒当下就是涅槃戒 所以生死戒当下就是法戒 不需要怎么样一进一出 不需要 这个就是呢 他这个不一样所正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里体用究竟 那这里呢 这个中道第一观体用究竟 这个假观能用 但是谁啊 不究竟 所谓不究竟就是不能够成佛 利益众生不能够成佛 体用究竟就是什么 一切皆成佛 那这里就是施涅槃 施教的施涅槃 我们应该要知道 那修四种三昧 得真无生人 四种三昧 这一边我们看着四义 言其四则 一常做三昧 二常行 三半行半做 是非行非坐 使者非行非坐呢 就通这个什么呀 半行半做 只不过呢 为了配合怎样啊 四句说 所以呢 用一个怎样啊 非行非坐 那使者就是半行半做 这四种三昧 这四种三昧 修这种三昧 德正无生人 无生人就是呢 正入这个无生法啦 正入这个无生法 这里有一个什么 真 真相对就是什么 甲 甲 也不可以说甲啦 说甲那就好像不对了 这里应该相对是什么 应该讲权 应该讲权 所以讲假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应该讲权 有权跟实 究竟不究竟 对不对 这里的真 这个真无生人 就是呢 入这个法界 佛圣才是真 前面呢 都是属于权 那 这四种三昧 可以讲说是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我们这个人有行住坐卧 对不对啊 那一道人的根性的不同 所以呢 这个法门开出也不一样 那当然呢 立根的行人呢 这个行法就什么 就是最严苛 对 顿根性的行人呢 那你就 这个要求度就不可以那么高 那所以 就有四种方法 四种方法 那这四种方法呢 常做三昧 常行三昧 半行半做三昧 非行非做三昧 这个是属于天台中非常有名的 四三昧 四三昧 四三昧呢 在这个天台上的常观部呢 那我有另外给他整理 有另外整理 那这里面呢 我们呢 有收集到的呢 首先收集到的里面 我们就先收集这个摩和子官的四三昧说 因为整个四三昧呢 这个专门讲的就很少 你像我们下面呢 等等要说的呢 这个四三昧的介绍呢 也是相当的简短 那说的多的一点的地方呢 在这个天台上里面 就只有什么 摩和子官 摩和子官前面呢 就有开始讲 这个四三昧 他的整个大药 所以在这个四三昧里面呢 这个天台上里面 我重编的这一个呢 我就先把它收入呢 这个摩和子官里面讲的四三昧 大家可以做参考 跟着呢 就有呢 这个法伐三昧的灿仪 就是法伐灿 就智者大事做的 当中呢 这属于半行半座 那半行半座有法伐三昧 还有一个是什么 方等三昧 方等三昧 方等三昧呢 在藏经里面有 但是我们平常很少看到 他整个全文 我有给他收入进来 这个是我另外给他收入进来 一般呢 他看天台帐 他没有特别收集进来 那我将这个经文呢 专门给他收集进来在一起 当中还有一个呢 法伐经的安乐行语 法伐经很有名的第十四品呢 有这个什么 安乐行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慧士大师呢 特别为这个安乐行语 有注解的一语 那我们把这个法伐经的安乐行语呢 这个给收进来 这个都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 这里这边应该是在讲这个 非行非坐三昧 这个安乐行语 还有呢 这个 这个 至义三昧 这个是慧士大师所做的 这个我们给他收入进来 这里都是属于呢 非行非坐三昧 当中呢 我们还加进去 莫荷波威波罗蜜经的 绝义三昧 绝义三昧呢 也是通这个什么 常坐三昧 一起即修 这是属于常坐三昧的 还有呢 我们收入了这个 慧士大师的诸法无征三昧法门 他有卷善跟卷下 这是呢 这个慧士禅师做的 在诸法无征三昧里面呢 他用了很多这个如来杖 这个在讲这个法界观 那当中呢 没有收入的呢 有这个 文书菩萨 文书司吏 所说 摩荷波罗蜜经 因为我看到这个 里面的四三昧呢 他这个经文都是简列 像这个下边我们会讲到呢 常行三昧出文书说波罗蜜 那因为没有写前名 那以前呢 我也一直搞不懂 找这个经文找不到 搜寻不到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最近我搜寻的这个一行三昧 才看到 原来是什么 文书司吏 所说 摩荷波也波罗蜜经 有卷善跟卷下 又叫做一行三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呢 波罗三昧经 波罗三昧经呢 他有佛说波罗三昧经 还有一个 波罗三昧经 那以前我有 弄下来自己看的呢 是 佛说 波罗三昧经 他那个只有一卷 那原来呢 这个波罗三昧经呢 他有卷上卷中 卷下 他的不同 那现在我也在整理 整理好了 在这个 印给大家 这个做参考 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个是基本呢 基本这个 你应该要具备的 这个参考的经文 这个书 你要去看他 看他当中呢 你就是不会修行的话 当中可以里面 你可以参考很多 他的仪式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都在讲 这个教理讲这么好 但是到底是怎么修叻 怎么修 事实上 有讲 只不过大家怎么样 都没有去看 我们没有去看 你懂不懂 没有去看 就后来就变成 这个教理要讲 讲很好 怎么做叻 实则 实则是在 这个经中里面 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有另外特别的讲 那大家呢 有兴趣呢 可以来找这个四三妹 这个呢 常观部 这个四三妹呢 来 回来看 好 跟着我们看着经文 那经文 言三妹者 称调指定 那调指定 调 就是修行 那调指定 指相对就是 趋 那这一边指定呢 就是调什么呢 调 定会 那这个调呢 也可以讲说 是在责罚的 选择 选择 那经文 事论云 善心一处志 不动 事名三妹 那标点符号 有一点错误 应该 善心 一次住 那 不动 事名三妹 这边的善心一次住呢 善心相对就是什么 恶心 应该说染心 染心 渣染之心 现在我们是怎么样 修行嘛 修行那是不是去染究竟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代表善心 善心就代表有肉还是无肉 有肉还是无肉 无肉就清净心了嘛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烦恼还没有断嘛 对不对 那去染究竟 对不对 那去染究竟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 善心一处住 安安住在一处 然后去向以怎样啊 这个解脱嘛 所以不动 事名三妹 修定要怎样 不动 在这小子官里面 他有怎么样啊 这个 这个调生 调息 调心 有没有 但这个要怎么 安住不动 不动要怎么 身心不动 生理心啊 绝对不能动的 心里动 心就动 心就动 所以对我们初学者来讲 他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你想要入定 第一个 要安忍 安忍什么呢 你身体的痛楚 我们坐在那边 是不是会痛 对你想要入定 你要怎样啊 人 所以呢 学习禅作呢 内心的建设 要享受痛苦 你要把你的酸痛当做一种 享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个人就是在享受当中 你会不会觉得痛苦 享受你怎么会觉得痛苦呢 那 如果是这个是你所要的 你所愿的 你会不会觉得痛苦 你就不会嘛 对不对 你反而觉得这一种呢 不是痛苦 内心反而产生一种什么 快乐 但是呢 当你呢 觉得这个内心不乐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产生痛苦了 所以呢 这个修行呢 你练习禅作要能够享受痛苦 要能够安忍 不能够忍身体一动 那还有没有定 就没有定了 除了呢 享受这种酸痛的痛苦以外 还要怎样啊 享受 独处 不要说寂寞啦 应该说享受独处 你要享受这种孤独嘛 讲孤独好像 比较这个什么 伤感一点 独处呢 独处好像正面一点 对不对啊 这个修行你要进入到什么 个人 你要个人 所以你要享受这种什么 孤独寂寞的独处 才可以 那你喜欢热闹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修行 那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 因为人多就什么 砸 对不对 而且人多在一起 你要统一的行动 那每一个人习气不同 生理心理不一样 时常会受到干扰 所以真正努力用功 你就要进入到独处 所以你要享受这种什么 独处的乐趣 要独处的乐趣 所以要能够安忍 那大金云细心一静 名为三昧 细就是绑住嘛 就是住心一静的意思 那因为我们初学者修行止观 必须要有什么 借事来练心 那所以呢 细心一静 安住一处不动 这个叫做三昧 那三昧基本上就是戒定会总词 戒定会总词 所以呢 不要 一般我们人以为说坐在那边就有会 这不是 定跟会使者是什么 两回事 两回事 所以一般的定 我们不叫三昧 既然叫三昧 那就代表有什么 戒定会 三个是在一起的 那这个才是什么 我们讲的正定 才是正定 所以你只有呢 有腿功很好 有这个禅定 那未必代表你这个叫三昧 你这个只是一个定 但是你没有会呢 没有会观的话 那这个就不称为三昧 也不称为波日 我们看这经文 第一 常坐三昧者 常 常 常 相对的就是什么 无常 那常坐相对的就是怎样 常坐就代表怎样 二六十钟你要坐在那边 你不可以时常跑起来 不可以的 当然啦 你要上洗手间 当然要可以的 总不能够憋在那一边嘛 对不对 那人要不要吃饭 要 对 所以下面你有讲 开遮 你可以去怎么样 这个洗手间 除了洗手间 然后吃了这个什么 吃饭 其他的 那都不允许 所以常是永恒 不断 那叫二六十钟打坐 这个就跟是 我们中国里面的禅堂一样 对不对啊 住禅堂 你要二六十钟怎样 这个禅堂 万一人想睡觉怎么办 想睡觉的时候呢 你也是坐着在那边 会打瞌睡 会打瞌睡 没有错 但是你想的人 坐在那边好不好睡 对 坐在那边很不好睡 很不好睡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躺下去睡呢 那 这个以前呢 读佛学院的时候 来讲 然后呢 他们这个禅堂 去请一个禅师来 指导 这个禅师来呢 这个指导他们打禅器的时候 不给他们睡觉的 不可以躺下去睡的 这个没有几天以后 所谓的学生抗议 弄到最后怎样啊 算咯 不然去睡一下咯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你懂不懂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睡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睡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那到底可不可以躺下去睡呢 很多啦 我们可以去翻页 这个以前的祖师大德 这个开悟的人 还是在定中有悟的人 你会发现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他是在一种呢 可以讲说 身心憔悴的情形之下 他才撞进去的 我们看呢 这个当时呢 佛入魅 佛入魅的时候呢 这个欧兰尊者不是给家设尊者 赶出去外面吗 赶出去洞外吗 对不对 你没有正道士国 你跑来干什么 不给他进去 那剩下几天而已 就要开始了 那所以呢 欧兰回去他努力用功 做了几天以后 做到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的时候呢 整个人 刚要躺下去的时候 那时候 那正入世国 那时候正入世国 那时候正入世国 那经文是这么写啦 但是呢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晓不晓得呢 我们不晓得 但是有时候呢 你再去参考这个祖师大德呢 有很多 他如何去体验正入那种空性意的时候呢 他是在这种什么 身心极度极度的什么 这个已经到了顶点 那个时候的突破 那个时候的突破 这个 这个有利可循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人 因为我们人啊 一直为身所控制住 不是我们人在控制这个身体啊 不是的 我们一直都是被这个身体所控制住 那你要突破这个身体的控制 要正入那种空性 你一定要突破这个什么 这个生理 那为什么那个老和尚呢 不给他们睡呢 睡 睡 睡着的人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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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嘛 对不对 睡觉 跟什么相应 閃静无忌 跟哪个相应 跟无忌相应嘛 无忌就是無名嘛 对不对啊 人一睡着以后 没有办法起正念 那你本来坐在那边有没有正念 好 算你有正念 好 你有正念但是怎么样啊 你的正念还要跟身心 抵抗 对不对啊 你的心理跟生理 对战 但是呢 你一睡着了以后 还有没有再打仗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那所以 不睡觉的时候 虽然很痛苦 你的生理 对不对啊 影响到心理很痛苦 但是你要知道 人的生理就 逼到最后怎样啊 他那生理上的突破 这个在伯作三昧经里面 也是这个样子的吧 在伯作三昧经 我们讲呢 说九十天 这个不坐不卧 只可以站的 对不对啊 一直要行绕 练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 对不对啊 你想九十天不睡觉 又怎么搞的呢 九十天不睡觉 这个中国古德 也有人做 但是做的人多不多 对不多 从以前到现在 一千多年 十只所值头 算得出来 不多 很少 那有没有人成功呢 对也有 以前我看了一本传记 有个比丘尼 真的是做成功 做法成功 面见十方佛 确实也有人成功 但是成功的人多不多 相当稀少 可以讲大部分都失败 那一般人呢 几乎不敢尝试 九十天 对不对啊 但是在这个民国出的那个什么 他有个法师 不是啦 他那个乱讲的 什么 他这个是乱讲的 那本来呢 他刚出来的讲的时候 是讲说怎样啊 哎呀 我一个人住在这个庙里面 然后呢 我也依据到这个 《波浏三昧经》讲的方法 然后我就怎样啊 这个一个人试着这么做 试着这么运作 有空的时候 我就站着 然后怎样啊 绕着这样子来练佛 到最后变成了 他做《波浏三昧观》 做了几次啊 说还七八次 这个是后来乱解乱骗的 大家乱学 然后他也怎样啊 不讲话 好像就变成真的 没有了啦 这个中国历来呢 这个以前有个什么法师 也很有名 他做了两次 他做了两次 那因为《波浏三昧》 在做的时候呢 人会怎样 整个 因为你没有睡觉 第一个很累 第二个 人的生理事大 这个水呢 往下 这个水气啊 往下跑 所以人会怎样 肿胀 整个人会肿胀 四大呢 会很大的失调的 那四大很大的失调到最后呢 你像我们这个样子 那要不要赶快去看医生 对 要赶快去看医生嘛 对不对啊 不然这个整个脚掌都肿胀了成这个样子 这个鞋子都穿不下去啦 这个走路都相当相当痛苦的 照代讲去看医生 对不对 但是 你若是做这个刑法 可不可以跑去看医生 不可以的 要继续走 但是继续下去的时候 这个是很奇怪的 这种刑法 继续下去 他一突破以后呢 刹那之间 整个脚就恢复了 再也没有那种水气病 那这一种就是怎样啊 人到了一个极限以后 对不对 整个生理重新反转 就跟我们讲了 这个什么呀 气血的通畅 气血的通畅 这个我们下面 讲到的时候再来讲 那我们讲了 他这个刑法呢 很类似 你懂不懂 这个长刑三昧的 波舟三昧啊 跟这个长座三昧呢 很类似 都是这个样的情形 那所以做这种刑法的人 是属于呢 可以讲说是 很利根的人 很利根的人 而且这种长座三昧呢 你要时常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那你的腿功好不好 对 要相当好的人 腿功做是不好呢 你的意志力要相当相当的坚强 不然的话呢 第一支箱可以 第二支箱呢 再忍一忍 第三支呢 受不了了 再坐不住了 你懂不懂 所以这个腿功呢 意志力要相当强 才可以的 若是呢 腿功不好的人 肌肤啊 这个没有办法做的 而且这一种一定要打 单盘还是双盘 双盘 你要去做双盘 双盘呢 对于生理上来讲是怎样 它有一种很好的疗效的作用的 疗效的作用 要打双盘 所以单盘呢 你就没希望了 因为在这个里面 你要怎么样 如何调节这个生理 它这个讲究是什么 双盘的 所以真正呢 你打坐了 调理身体 基本上要求是双盘 不要现在有的人 教人家残坐 算了 你坐不起来 你就单盘就好 单盘坐不起来 没关系 闪盘也可以 舒服就好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的啦 那个害死人 害死人 天台中讲的 三连调生 这小子官里面讲 为什么先讲什么 你要 这个调生 基本的功夫啊 先要下三连的功夫 学习什么呢 调生 调息 调心 你要正确的坐姿 坐姿一不对以后 伤害到你的身体 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所以第一个 一定是讲求这个什么 这个坐姿 还有呼吸 要到丹田 而且要什么 正呼吸 到丹田 这样子才可以 不是说呢 你舒服就好 这个不可以 我发现很多人 教这个禅坐都这么讲 这个是害死人的 可见他自己呢 没有用功 也没有看经典 也没有说呢 为什么呢 你看呢 这个佛像呢 做的时候 你看 佛说波罗经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 双盘 一定是双盘座 一定是这样子 不会是散盘的 所以他这个呢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大家要会 那这个长座三妹 二六十钟 你都要怎么样 坐着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讲 下面的四项观法和劝修 我们继续来看着这个经文 第一 长座三妹者 经文讲 出文书 说波罗 一名一行三妹 那经的呢 全名叫做文书 实力 所说 魔喝 波罗 波罗蜜精 一名一行三妹 这个是他的全名 那跟着我们看着 唯三别 在这一边呢 事行我们分为呢 有三颗 一事项 二观法 三劝修 出事项者 经文 行人欲观 一恋至深之心 必可依何者 行人想要呢 做这个一恋至深之心 这个法界观 应该如何做 刚才呢 我们讲到这个四三妹 是我们整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四三妹通大小圣 通大小圣 小圣也可以这么做 大圣呢 也是这么做 当中的差别在哪里呢 十项之礼 你若是做这四种三妹 你若是用小圣法的话呢 那你就会大圣 就会变为小圣 那你若是用大圣法呢 他就变为大圣 所以在这里四三妹呢 为什么说所一 皆原教理 这边在用什么 大圣的行法 那这里要如何做呢 你看 四项当中经文讲 或可处众 或可独行 居易敬事 大家一起来也可以 还是怎样啊 单独的一个人 大众一起呢 就像禅堂呢 禅堂大家共住 一起坐禅 这个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讲 这个共修是好的 共修是好的 因为虽然人都啊 人都就杂对不对 但是一个人的初学者 一个人的力量薄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习气 善根 所以一个人的意志力就薄弱 你想呢 我们说送法伐经 你想一部法伐经要送多久 很多人就一天送一瓶 对不对啊 送到最后呢 一部有没有送完 没有就停止了 拖太久了 但是我们就是呢 一天来受持一部法伐经 大家一起送呢 可不可以 对了就可以了 为什么 大众的力量嘛 大众的力量跟个人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初学者呢 这个共修很重要 你一定要说 透过这个什么 共修 大众的约束 砥砺 这个样子 成就你的善根 当你的善根成熟以后呢 那你就可以步入到怎么样啊 更上一层 自己一个人 你就会用功了 所以初学者呢 最好是参加共修 参加共修 可以讲说是 掌养你的善根 保护你的善根 所以这一种呢 也可以呢 储众 大众一齐 那这个就像我们古时候的禅堂 那或可独行 居近视 还是个人一个 那所以初学者 大家大众 那老修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独行啦 独居一处 经文 安逸神床 劫驾浮咒 端子不动 事情不着床 在这一边呢 你看 安逸神床 这个神床 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弄的那个应该是吊床 露营那是吊床 对不对 吊床跟神床不一样 这个你若是到印度去旅游呢 乡下地方还可以看得到 乡下地方 他们会在门前 门前那个空地 就有神床 神床多高呢 很低小 差不多这么高而已 很低的 然后就用这个绳子编的 这个编的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就怎样 时长就 这个躺在上面 晒太阳 休息 就这个样子 在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个神床 那中国有没有看过神床呢 有没有呢 以前也有 现在呢 几乎不见 我记得以前呢 我去这个天台山的时候呢 然后上去那个 花鼎市 可能现在他们可能都拆掉了 那时候呢 他们还没有改建的时候 我们去 去的时候呢 我带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去 然后我们去住的时候呢 哇真的喔 那个床呢 就比较高 这个差不多呢 这个有差不多一米高 这么高 这么高 然后那个床呢 还真的是神床 它编织的呢 很结实 那人躺上去呢 就跟弹翻床一样 很舒服的 那因为它编的呢 比较密一点 不是说很疏松 所以上面再铺一层床呢 它有一个弹性 它有一个弹性 它并不硬 那现在可能要看到呢 应该是很少 已经很少 现在物质文明啦 弹簧床 床垫啦 对不对 多得要硬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神床呢 可能看不到了 那这个安逸神床 那跟什么 借家符咒 你看 这一边是怎样啊 是打双盘 刚才我们讲的 对不对啊 是打双盘 它不是打单盘的 因为双盘对我们什么 生理 最主要是生理的作用 而且比较不容易偏一边 所以这边是什么 结家符咒 所以真正呢 这个残座做得好的人 一定是练双盘 那女众可不可以练双盘呢 有人不懂 女众呢 因为有越式的关系 所以你千万不要坐 那一个人 绝对是双盘坐不起来 很多女众也因为她这么一讲 本来呢 就做双盘 要练就很不容易了 听她这么一讲就干脆怎样啊 放弃不要练了 对不对啊 人家都这么讲了 我们还练吗 错了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错了 成就者一定是怎么样啊 练双盘 你看呢 那个九华三 九华三也有比丘尼 金刚不坏身对不对啊 做单盘还是双盘 对做双盘 你看啊 金刚不坏身 几乎全部都做双盘 没有去做单盘 这个以前呢 这个欧函经里面呢 不是也有一个 一个典故吗 他讲呢 这个出家人 出家人呢 这个行脚外出 行脚外出呢 这个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休息 休息呢 这就露宿在总监 人们讲的就覆墓旁边嘛 休息 那覆墓旁边呢 什么都 不把御师讲呢 覆墓旁边当然是鬼多啦 什么 对不对啊 那呢 这个出家人呢 休息 那休息 不是马上就睡觉嘛 对不对啊 这个打座 这个打座呢 出家人呢 打双盘 哇 这个孤魂野鬼一来一看到呢 说什么 哇 看到前面一个什么 金塔 金的佛塔 那遇到佛塔要怎么 赶快礼拜 这个佛塔有功德嘛 尤其是金塔 人间难得 赶快拜 就在那拜 那这个出家人坐久了 哇 这个很痛哦 脚很痛哦 对不对啊 一是乎就怎样啊 双盘就放下了 就变单盘 那这个鬼呢 拜一拜的时候 忽然一生看到 怎么搞的 这个金塔怎么不见了 变银塔呢 但是心里想 银塔也不错啦 对不对啊 雖然没有金塔 但是银塔也好 一是乎呢 他就继续礼拜 那继续礼拜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 修行者 单盘坐久了呢 再坐一坐 哦 也是一样 这个痛呢 没有减少 慢慢越来越增多了 对不对啊 一是乎呢 这个单盘 就在换 变成散盘 散盘呢 那这个换散盘以后 这个鬼拜一拜 奇怪 这个银塔怎么不见了 怎么变成一个土塔呢 变成用土做的 土方做的 土方做的跟银的 是不是差很多 对又差很多了 哎呀 既然没有银塔变土塔 油总比没有好 对不对啊 土塔也可以啦 这个孤魂野鬼在拜一拜的时候呢 这个修行者呢 虽然犯了腿 但是怎么样 哎呀 受不了了 哎呀 于是就干脆 松开不做了 这个鬼呢 拜一拜一起来 哎怎么搞的 土塔摊房了 哈哈哈哈 摊掉了 因为他腿松开 不再做了嘛 对不对 哎呀 这个 连土塔都散掉了 什么 哎 散掉了 拜不拜啊 不拜了 啊 走啦 走啦 哎 这个塔已经坏掉了 对不对啊 哎 就走啦 哦 从这个公案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那 这个功德力是不一样的 哎 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你没有金的呢 哦 至少也要赢的嘛 哎 对不对啊 哎 哎 再下去 你的土就不好啦 哦 哎 所以没有金的也要赢的 哦 那最好就是什么 哎 练双盘 哎 但是像我们现在呢 长者这个年纪来练啦 好像 啊 也很困难啦 哎 哦 所以呢 哦 你问我呢 哎 像这个年纪来 练练双盘好不好呢 说我也不能够回答你 到底好不好 啊 练双盘虽然是很好 但是 现在这种年纪呢 啊 这个生理呢 哦 生理的弹性期 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啊 哎 那到底会不会伤到呢 哎 这个搞不好 哎 哎 哎 那到底呢 虽然会伤到 但要不要练下去呢 哎 所以说这个呢 哦 我不敢给你讲说好不好 你自己看着办就 哈哈哈哈 啊 因为 年纪已经大了嘛 所以我说 为什么说呢 哎 你去出家啦 你去修行 要什么 年轻 要趁早 要年轻 对不对啊 哎 哎 但是你现在 现在你看 在座都是怎么样 已经上了中老年人了 对不对啊 哎 你跟年轻人讲 叫他来听听 经呢 要不要 啊 大家要不要 你说对不对啊 哦 所以这个 很困难 那 哎 所以呢 哎 这个借家福座呢 哦 哎 你自己看着办的 这个你不要问我 哎 哎 哎 那呢 端直不动 哎 你坐着要怎样啊 端正 啊 这个端正最主要是什么呢 保护你啊 啊 保护你哦 这个打坐呢 也有他的知识的 而且人家什么 挺直哦 挺直才不会伤到你的生理哦 他这个哎 我们不是讲这个小指官呢 而要讲小指官 我们就可以讲多一点 有关你这一方面的知识了 哎 大家要的话呢 哎 就去听听我们里面讲的这个小指官 啊 我们里面有讲 啊 那端子不动 跟着呢 事情不着床 哎 你要怎样啊 发愿 哎 发愿怎样啊 哎 这个呢 人不躺下去 哎 哎不着床 一躺下去 人就睡着了嘛 对不对哦 哎 你要怎样 发愿 哎 不躺下去哦 睡觉 哎 所以你休息也要怎样啊 坐着 啊 坐着休息 哎 哎 啊 经云 一坐十小节 身体及所足 即然安不动 哎 这个是什么 法法经 法法经呢 讲呢 大通 至圣佛 哎 降某以 佛道 犹未 现在前 所以呢 一坐 十小节 身心 即不动 哎 经文 尝尝 尝舍一切乱想 啊 安住一处呢 而且怎样啊 舍弃这个者啊 妄想之心 啊 不得欺佛 不得复心 不狂众生 不狂众生 何者 哎 不得欺佛 啊 说呢 你不可以怎样啊 哎 哎 哎 这个要发怨 而且啊 不可以欺骗佛菩萨 啊 复心呢 就是怎样啊 违背你的什么 誓言 啊 不狂众生 啊 狂也是一样嘛 哎 这个什么 欺骗众生 哎 你看我好像怎样啊 很用功我 啊 表现给你看哦 啊 说 何者 那下面有四译啊 复论修颤学道 必是粗心诸佛 啊 所以呢 这个粗学佛者啊 一定是怎样啊 刚刚开始是怎样 修颤学道 修颤学道是什么 你要怎样呢 啊 忏悔 啊 忏悔 一个人会忏悔 代表 你 明是 因果 哎 现今为什么会生死轮回 因为我们过去造作种种的恶业 啊 啊 所以忏悔呢 啊 代表你这个人呢 改过向善 明因是果 啊 哎 哎 这是世间 学道呢 初世间 啊 谁解脱道 啊 哎 必是粗心诸佛 哎 这个是属于怎么样 粗心的学佛者 哎 粗发心的学佛者 啊 啊 精云 佛 佛之众生行道不行道 其得 不行道不行道 你到底用不用功 啊 哎 你用功 哎 佛菩萨知道 你懈怠呢 哎 佛菩萨也知道 哎 所以 其得 诺心 诺心 明胜 哎 哎 怎么可以怎样啊 哎 来怎样啊 欺骗 圣人 哎 你外表好像很用功 对不对 哎 使者内心打妄想 哎 哎 那你这样子 你说呢 哎 佛菩萨 晓不晓得 哎 前面讲了 佛之众生 行道不行道 哦 所以有时候呢 哎 你到底有没有用功呢 哎 这个不是看着你的外表 啊 哎 所以呢 你不可以怎样啊 七心诈骗 佛菩萨 哦 这样子不但就罪不除 更争重患 啊 这样呢 我们过去的罪业过失 不但不能够消除 而且怎样啊 更争重罪 哦 所以 余须专益起心也 啊 所以你应该要怎样啊 专益心思 啊 哎 经文 若念一佛 当令以十方佛 功德等 啊 说呢 念一佛名 等同以十方佛 啊 功德是一样的 哎 这里念什么佛 啊 啊 念 南无 阿弥陀佛 啊 哎 那 为什么一佛 与十方佛 功德皆等呢 呢 因为 因为 佛 佛 所证 道同 哦 释迦牟尼佛 所证悟的是 法界十相 哦 佛密陀佛所证的呢 呢 也是法界十相 哦 要是佛呢 也是法界十相 哦 所以一佛等同十方佛 功德呢 功德呢 皆等 啊 经文 又须称畅佛名 助身心二业 如人 幽喜 举声 大叫 悲喜之情 来唱 啊 哎 我们先讲呢 说这个 称畅佛名 啊 助身心二业 啊 这个我们念佛的时候呢 哦 念佛的时候 哎 要出生还是默炼 要出生 出生 那大声还是小声 大声 老人 小声 要大声 哎 你没有看到经文吗 下面不是有谁 助身心二业 还问我为什么 哎 你的经本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嘛 这个 这个念佛诵经呢 哦 哎 声音 哎 你可以大声一点 哎 很多人啊 哎呀 诵经念佛呢 哦 跟蚊子的声音一样 然后讲声 讲话的时候就特别的大声 哎 哦 还有一些出家人呢 一讲呢 哎呀 诵经 伤气 所以呢 哦 他们呢 连早晚客送都是怎样啊 都是怎样啊 闭口真言 令人讨厌 哎 这一些人呢 哦 不出身的人 大部分怎样啊 身体多病 哎呀 我发现了 哎 真的哦 哎 真的是身体多病哦 哎 用功的时候 哎呀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可以 哎 自己放异懈怠怠的时候 说怎样啊 哎 没关系哦 都是这个样子 哦 这个诵经的时候 为什么要大声呢 哦 当然啦 这个跟你调气也有关系哦 你气呢 要调得对 哦 气调得对的时候呢 哎 自然可以怎样啊 大声 哦 而且你要找到怎么 你适合的调 你懂不懂 当然这个大声也不是乱喊 乱叫的 哦 哦 就是你要乱喊乱叫的 就是 人家怎么受得了呢 对不对哦 这不可以的 那这个为什么要大声呢 你一大声的时候 哎 要大声是不是气力就大 对不对 气力就大的时候呢 我们呢 念佛诵经气力大的时候 因为气在跑 会不会带动你的气学 会嘛 你懂不懂 所以下面才会讲说什么 注身心恶业 你懂不懂 哎 因为你 用功 用力的诵经 念佛 哦 哎 触动你的什么 身心 气血的 气血的刑反的涌动 哦 那这样子呢 无形当中来调节你的生理 哎 所以你看呢 哎 做产的时候 做产时候不是要跑箱吗 对不对 跑箱哎 要快啊是慢啊 既然叫做跑当然是快啦 对不对啊 哎 那为什么要跑箱 因为你坐在那边静止不动 这个气血流通 旺不旺 是不旺嘛 我们讲过 你要这么样的残座呢 除非你要天生的好 好的生理骨骼啊 对不对 啊一般人呢 这种生理骨骼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们在努力用功的时候 这个时候生理会不会受影响 会 坐在那边太静会 所以我们的生理呢 气血循环不好 会受到影响的 不好的影响 长久以来会生病的 哎 那残床他们怎么怎么去调理呢 所以呢 这个 一开静的时候 他叫你怎样啊 行箱 行箱要怎么 要跑箱 为什么要跑 跑的时候让你怎样啊 是不是筋骨有活动 对不对 你的整个气概筋骨的活动 在跑的时候呢 这个呼吸是比较急促比较快 对不对 然而藉由你的筋骨 你的呼吸整个涌动的时候 调节你的生理 这个时候你跑一跑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生理调整过一遍了 再来做的时候 这样子比较做得住 所以他变成什么 有静 有动 所以中国祖师大德以前很厉害啊 现在的人残座做完 叫他起来跑箱要不要跑 不跑 不跑 他认为呢 坐得起来就已经很痠痛了 还跑 他愿意怎么样 在那边走 走的是快走还是慢走 他又慢慢的走 所以这个残座怎么会做得好呢 大家不要看 中国的祖师大德呢 他立下那一套 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个都是有什么 开悟的圣人 他们设下这一套 为我们后来的众生 学佛道者 给你一个 仪轨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他的道理的 你怎么懂 所以现在的人 他们没有去运作 去跑看看 这样子到底对我们生理到底有什么影响 心理有什么作用 大家 没有去运作 直接就讲怎么样 这个麻烦这个不好 大家乱改良 这是不对的 所以很多 像现在道场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没有想想是什么 以前的古大德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他的原因的 有他的原因 所以这个就是在调整我们的什么 生理跟心理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你称唱逢鸣 你要怎么样 大声的唱 对不对 这个帮助你的什么 生理跟心理的 为什么呢 他讲 如人忧习 举声大叫 悲喜之情乃唱 那 所以就像我们一个 这个人一样 当我们呢 忧伤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呢 就是一直闷在心里面呢 人是不是很痛 对不对啊 胸闷痛 甚至怎样啊 晕得过去 如果是你能够大声的哭出来 哭一哭 对不对啊 大声哭出来 哭出来以后呢 还会不会阴倒 不会啦 哭完以后呢 就没事啦 就就像人怎么样 气在里面 你要如何发泄 要泄掉 你看呢 我们中医呢 这个跌打损伤也讲 为什么会痛 对嘛 不通 则痛 对不对啊 那你的气呢 你的气血在身里面 不通畅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闷住 觉得很不舒服 那很不舒服呢 那我们修行者怎么办呢 对不对 难道要大哭啊 不用嘛 对不对 就是借由怎么样 诵经 念佛 帮助你的气血的通畅 来发泄 那世间人就好像遇到怎么样啊 忧伤的时候 对不对啊 大声哭一哭就好了 对不对 还是很开心的时候 对不对啊 喜极而泣 对不对 太激动了 对不对啊 哭一哭 内心就平静了 生理心理就获得调适 所以呢 大家要试着呢 诵经的时候 要能够怎样 发出声音 大声一点 不要讲话跟相骂一样 诵经就跟蚊子一样 这令人讨厌 说真的 我很讨厌这种人 而且是出家人 一讲到诵经 他就讲丧气 就不出声音 一做感经 有钱赚呢 他到处哪里都去 声音很大 这不对的 颠倒 这不对的 在家人也一样 诵经 我们可以怎样 大声一点 对你的身心 有帮助 跟着经文 三叶勤修 设施疲劳 均匀 设身有苦 当恋一切苦恼众生 将他之众苦 夺己之轻苦 当恋疲劳 说呢 三叶 身口意三叶 应该要怎样 努力 不懈的精进修行 假设疲劳 人身心劳累了 那怎么办呢 经说怎样 设身有苦 当恋一切苦恼众生 你现在修行 很苦对不对 对呀 诵经 诵经 信不辛苦 辛苦 练佛哭不哭躁 很哭躁 残座酸不酸痛 很酸痛 当你呢 受到这一些修行当中 身心苦恼的时候 你要怎样 你这个时候 就要怎样 练一切苦恼众生 什么是苦恼众生 这一些恶业的众生 贫穷的众生 贫穷的众生怎么工作 贫穷的众生 找什么工作 劳力工作 你看夏天热的药石 在马路上怎么样 铺马路 对不对 拿着机器 砰砰砰砰砰砰 对不对 冬天呢 又冷得药石 对不对 要不要出去外面 要 刮风下雨要不要工作 要 这种苦不苦 相当苦 你想到 这一种苦呢 一比较 哪一个比较苦 这一些 苦恼的众生 比较苦 对不对 所以想到这个样子 我们还苦不苦 这个样子 你就不苦了 所以 将他之众苦 夺己之轻苦 两个比较起来 你跟人家算什么苦 对不对 这么样子想 你会不会觉得苦 你就不会 当忘疲劳 经文 且赴我以造因 山土之国 不久当受 何况呢 过去 我已经造了二业啦 造了二业呢 将来呢 山土的果报 就要来了 要堕落到什么 第二鬼畜生 三二道报 不久就要来了 也是代表今生过完了 来世就怎样 要赶报了 经文 佛此徐悔 我今参喜 小小疲劳 不能安忍 当内山土之苦何 说呢 现今 佛有大慈悲心 允许呢 我们来忏悔 那现今呢 我来忏悔 喜敌身心 小小的疲劳 若是不能够 那安忍的话呢 耐不住这种 疲劳苦痛的话呢 当内山土之苦何 那将来呢 山土的果报 那如何来承受呢 那或许你会讲 现在人家当宠物 比当人还好 你说对不对 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呢 宠物呢 或许过得比人还好 但是宠物 能不能够照善因呢 窮人 窮人 可不可以照善因来翻身呢 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 现代的宠物 现在的宠物虽然过得比我们的穷人还好 但是 不能够行善 但是不能够行善 他翻身 难 再来 当的畜生有畜生的习气 下一辈子 哪怕你转身为人 你的习气是什么样啊 畜生 愚痴的习气 还在 我们虽然是穷人 但是穷人 若是有这个觉悟之心 可不可以呢 反转呢 那我们虽然是穷人 那我们虽然是穷人 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个觉悟之心呢 我们是可以反转的 是有机会反转的 那畜生就完全都没有 所以呢 里面当个穷人 也不要下什么 善恶道 那现在呢 佛允许我们 这个来 这个来 可以说 所以 在这个行道当中 身体的劳累 应该要怎么样 安人 今云非空非海中亦非三十间 无有地方所托之不受报 当何陶耶 这里的欧凡经有一则典故 这个佛祭这个外道某某人 什么时候当时 那此外道有神通他讲我不怕 时间到了我飞上天空 结果飞上天空的时候 命中一到一样掉下来死掉 还是躲住怎样啊 山林间 山林间利用神通躲进去大山里面 结果时间一到神通一失 人给山就挤压就死掉了 所以这边讲 无有地方所托之不受报 你没有办法逃脱出无常的 经文 扣兵于勇 弃足损身 四孝至情 丧能有感 旷浅心三宝 喝患不应者乎 这一边呢 智者大师指我们这个 中国里面有这个二十四孝 第十八孝里面这个握兵求礼 说这个近代蓝牙人王翔 说这个王翔呢 生母早上 他的爸爸又起了巨母 这个朱氏 说这个朱氏对他并不持爱 而且时常在他的生父的面前 说他的坏话污蔑他 也使他失去了这个父爱 这个季母有一次想吃这个新鲜的火鲤鱼 其后母呢 就解开了衣服 卧在冰上 希望能够呢 这个 熔冰寻找鲤鱼 说呢此时呢 冰妹忽然自行融化 说呢有两条鲤鱼 跳了出来 那王翔呢 就呢 抓了这个鲤鱼呢 回家呢 供养他的祭母 此呢 可以讲说是 不失忆依也 再来还有这个 这个 弃祖笋生 这个是在二十四孝当中的第十七个 哭祖笋生笋 说呢也是在近代 这个呢 梦中 说少年的时候父王 那母亲呢 年劳病重 冬天里呢 就想喝新鲜的这个笋汤 那梦中呢 这个一时找不到这个笋 因为冬天呢 这个不生笋的嘛 这个春天才有 说呢 在无济可思之下呢 跑到竹林 抱着竹子呢就大哭 说他的孝心呢 感动了上昌 不一会儿 忽然 地裂开来 地上就长出了怎么样 挤株润神 那梦中呢就赶紧采回去 做谈给母亲喝 说母亲喝完了呢 并居然也怎么样 痊愈啦 痊愈啦 此也不思议 中国二十四校里面呢 讲了很多呢 不思议的人间事 那你说这个真不真呢 真不真 真啊 当然真啊 确实有这种事情的 不是没有 只不过这种事情多不多 甚为稀少 所以我们才讲说 不思议人间事 这一种呢 这一种可以讲说呢 他的这个孝心啊 感动天 这个也可以讲说是 天人富华 因为你的怎么样 由此孝心 而且呢 是不是一有孝心 就可以这个样子 是不是一个人有孝心 就能够如是感动得 这个上天 是不是啊 应该不是的 这个有很多配套的 对 除了他有孝心以外 他的什么 心性还是很善良 而且时常助人 因为你天生的心性的善良 而且时常助人 你这个人可以讲说是 一生行善 一生行善的人的时候去哪里 对吗 往生天上 对不对 因为你一生行善 不造恶 所以会感得怎样啊 天神的富华嘛 所以当你有所求的时候 天人会不会感应 可以的吗 天人呢 为你感两条鲤鱼出来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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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吗 对不对 冬天没笋 搞两只笋出来 可不可以 可以的吗 这个对他来讲 不怎么一回事来的 但是你要知道吗 你要感动的天人 如是为你做事的话 这个是怎样啊 甚为难得 所以这个需要什么 你的人格跟天人的格相应 他才会护持你嘛 你说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 没有感动的天人来护持呢 为什么都是鬼来 你看很多人请护法神来 结果护法神没来 都请到鬼来 后来都鬼上身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发心不散嘛 平常作风有问题嘛 你做的是什么 表面的嘛 对不对 前面不是讲了吗 佛制众生 行道不行道 其得诈心 灵胜 对不对啊 佛制道你到底有没有用功努力吗 对不对 你做表面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是什么 自然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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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讲呢 不思议人间事 扩兵于勇 弃足损身 四孝至情 上能有感 既潜心三宝 何患不应者乎 说呢 世间人啊 这个怎么样 性情存良 有孝心 尚能够感动得天人的感应 何况我们呢 潜心至尘 欲三宝 那这样子 哪里呢 不感应呢 所以你努力用功 不需要请佛菩萨 佛菩萨会不会为你护伐 会啦 你不用请 他就自然会为你护伐 那你懈怠 你老是懈怠 那你怎么请佛菩萨 佛菩萨要不要来护伐 那佛菩萨不来 因为你知道呢 你是做表面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只要你用功 佛菩萨本来就会护伐你 你不用功 他就是跑掉 这个不需要 所以这个感应 感应是怎样啊 自然而然的 水到渠成 所以你一天不需要 一天到晚 都去佛菩萨面前 在那边摒摆 你懂不懂 当然你回想 回向有这个大心回向 再来我们讲二名官法者 前面是四项 现在讲官法 官法是最重要的 今文即是一恋法界 细言法界 这个做官如何官呢 那禅座坐坐在那边不是什么都不做 坐在那边你要怎样 诗为十项意 诗为十项意 所以在这边讲呢 即是一恋法界 恋就是心嘛 对不对啊 你的心要怎样啊 安住在法界 所以细言法界 经文 言法界则 一色一香 皆是中道 无非佛法 故皆是法界也 什么叫法界呢 一色一香 皆是中道 都是佛法 即是法界 那什么叫中道 问题来了 是不是想着中道 这里呢 官中道 这里是一指 原教的中道官 那你思维意想 原教的中道官 那你是不是只可以思维 原教的中道官 你应该要怎样啊 仗通别言 那你要跑一遍 跑一遍之后 然后再安住在原教的法界官 要这个样子 你要先跑一遍 那所以呢 你对这个法义的了解 这个刑法 这个法义的了解 还没有缠坐的时候 你要不要了解 要我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非会不惨 你要有不惹为前倒 来引导你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晓得教理 现在的禅宗讲 我们不立文字 不要诵经 学教理 我们不需要 那不立文字不是不要 你懂不懂 不要搞错了 什么 不立文字 因为立了文字 怕你怎么样 着相 着这个文字意 所以才教授说 不立文字 那不立文字 不等于说 不要经典 不要教理 禅作 思为实相义 思为实相义 就是思为这个什么 这个教理嘛 所以禅修所证 就是印证 证到什么呢 佛所说经的实相义 所以 禅作之前 你一定要先学教理 你看 在这个唐朝 禅宗最兴盛的时候 哪一个主师大德 不通经教 每一个都是通经教 所以 这个禅作之前 你要先学教理 所以才会讲什么 思为实相义 那所以这个观法 观这个法界 这边直观 一色一香 皆是中道 那也就是说 观众因言 所生乏 即空 即假 集中 一切无非都是 法界性的 自体用 这样子呢 观法 入法界 所以呢 你必须要怎样 对于 思教 这个实相义 要能够 掌握 这样子 禅观呢 才能够运作 所以有的人呢 对教理不清楚 坐在那边 那坐在那边要做什么呢 所以也有人坐在那边说等着成就欧罗汉 那什么叫欧罗汉呢 什么叫欧罗汉也不知道 所以坐在那边就等就要成就欧罗汉还是坐在那边等着要成佛 你说可不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不可能的事 所以 所以 禅观之前 你 一定要学这个教理 那 我们看经文 故清云 言法界则 信一切法 皆是佛法 法界 说什么叫法界呢 信一切法 皆是佛法 这里的佛法应该是讲什么 佛圣法 在这个四圣法里面呢 佛圣 菩萨圣 圆绝圣跟身闻圣 我们就是做这个区别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佛圣就有包括菩萨圣 也有包括圆绝圣 也有包括身闻圣 那菩萨圣有没有包括佛圣 对 就没有 但是菩萨圣 它就有包括圆绝圣 身闻圣 那圆绝圣 有没有菩萨圣 没有 更加没有佛圣 那圆绝圣 有没有包括身闻圣 对就有 圆绝圣 那圆绝圣那有没有圆绝圣有没有圆绝菩萨跟佛圣 都没有 就只有什么 圆绝圣 那大有包含小 小没有包含大 所以我们讲说圆绝圣 圆绝圣是不是佛法 应该要分为两方面来讲 依佛边来讲 圆绝圣是不是佛法 是什么 那 经文呢 经中有时候示意呢 你要看好 你要看它站在哪一边来讲 现在讲呢 这个都是佛法 对不对啊 都是佛法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圣维圣 圣维圣是不是佛法 依佛边来讲 是佛法 那 给一点提示 这个圣维圣呢 是不是属于佛法 是不是 依佛边来讲 它是佛法 因为 佛所圣的是法界吗 对不对 那法界一切是不是都是法界 圣维圣是不是法界的一种 圆绝圣是不是法界的一种 菩萨圣也是吗 所以依佛边来讲 无异不是佛法 乃至世间 是不是佛法 是吗 这一切无非都是法界的自体用吗 对不对啊 所以依佛边来讲 世间跟初世间 无一法不是佛法 但是依众生边来讲 众生边就有什么 就有氛围的 跟性的不同 对不对啊 你是罪上力跟佛圣的人 那圣维圣法是不是佛法 是不是 可见了 你们这个脑袋瓜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都应该去看精神科的 刚才不是讲吗 依佛边来讲 佛所圣的是法界 所以 身闻圣对佛来讲 是不是佛法 没有问题吗 因为佛已经正了嘛 好 现在众生边来讲 最上力跟佛圣的人 好 现在我们就给他分了 上根 中根 下根 下下根 现在最上根的人 这个众生最上根的人 这个生闻圣 算不算佛法 算 算不算 算啊 对啦 算啦 他是 最上根的人 虽然是位正 但是他是怎么样啊 他是学佛圣吗 那佛圣有没有包括身闻圣 有嘛 对不对啊 观众因言 所生法 即空 即夹 即中 对不对啊 那这个生闻圣 是不是即空即甲即中 那一即空即甲即中 是不是就变为佛圣 对啊 那若是中根性的行人 中根性的行人 讲生闻法 生闻法 对中根性的菩萨圣的行人来讲 这个是属于生闻圣还是菩萨圣 生闻圣还是菩萨圣 菩萨圣 为什么是菩萨圣 因为 菩萨的目的在哪里 对 度化众生嘛 对不对 菩萨度化众生是让你解脱 还未成佛 佛圣才让你成佛 这一边菩萨做假观 只是让众生解脱 这个法医要界定清楚 是解脱 菩萨入三界度化众生 他要不要广学一切法 要广学一切法 那广学什么法 对 广学生文言解法 所以菩萨圣的人 学这个生文法 就是将来他的所用 过去所学为今日所用 对不对 所以对菩萨圣的人 学这个生文法 讲生文法 就是将来他的用 那这样算不算他的菩萨法 算嘛 对不对 就算了 他不学他将来怎么用 怎么去化掉众生 对不对 这个是他的菩萨的学处 所以就算 那这个众生就是下下根的人 你跟他讲生文法 那这个是属于生文法还是菩萨法 对就是只有生文法 因为下下根 他这个人 对不对 只能够懂这个 你怎么懂 所以你要看他在众生边还是在佛边 在那众生他又分为哪一种根性 对不对 大有包含小 小没有包含大 所以这个圆一切法皆是佛法 前面讲什么 这个无非都是佛法皆是法界 对不对 那依法界观来讲 都是佛法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直接只有讲原教 你对前面呢 生文言解菩萨要不要了解 要 为什么要了解 不是 成就当然要去度他啦 但是还没有成就为什么要了解 自立 怎么自立 才不会自己搞错嘛 对不对啊 那 前面帐通别言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是大学原教 会不会你想的原教呢 是你自己想的 跟佛所说的会不会不一样 有没有可能 什么有 就是你想你的 佛说佛说佛的 两个根本就不一样 因为你前面没有学嘛 对不对啊 你没有学你只是自己想啊 这个就是呢 这个就是一佛圣 那是你自己想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想 你要前面要有了解 了解会了之后 你才不会错乱 所以说为什么呢 虽然 终点目的在原教 但是学不可以只学原教 这样会变成空中楼阁 也就是说这个样子 你才不会坏乱因果 以凡滥胜 才不会自己搞错了 还不知道 自以为是 那我们凡夫最会 自以为是 自己想 这不可以的 所以呢 目的在原教 前面 你也要懂 才不会呢 你自己想 已经入法界 这个不可以 所以这边经文讲 这边经文讲 言法界者 我们好像跳过一行 没有讲 对 而练心 言一切法 皆是佛法 即是 真妙 宝相法界 故云 戏源法界 以恋法界 这样呢 念心 言一切法 皆是佛法 经文 而念心 言一切法 皆是佛法 言一切法 皆是佛法 换句话说 就是心安住在法界 如是呢 心往外观 那一切呢 皆入法界 所以呢 念心 心安住在法界 言一切法 那就皆是佛法 即是 真妙 实相法界 所以你必须要先要懂得法界观 那你才有办法运作 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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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言法界 一念法界 顾经云 言法界则 信一切法 皆是佛法 信一切法 皆是佛法 这个信 是不是相信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随习品的时候 随习 随否所说 信顺不移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是只有信而已 对不对 这是不是真信 这个不是真信 这里的信 一切法皆是佛法 是属于怎样 真信 什么时候 争到真信 什么时候 信心成就 讲位阶 哪个位阶信心成就 实信位 实信圆满 信心成就 就转为 出注位 所以这里信一切法 皆是佛法 这里至少要在什么 实信位 实信 相是中道 之前呢 已经断了 见诗 成沙 这里相是中道官 服务无名 所以在原教的实信位 一切法皆是佛法 所以这里跟这个什么 这个随习品不一样 随习品不一样 随习品是 信而已 入法皆没 还没 这个实信满位的时候 已经要怎样 将进入法界了 经文 佛法则 无前无后 无有半计 同事亦 佛借故 前后代表什么 对 前后代表时间 这个 计判呢 对 是空间 那 法界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那代表 有没有限制 没有嘛 所以 说什么 佛所证 什么 横遍十方 肃穷三计 对不对 就在讲这个 无前无后 无有计判 同事 一佛界 经文 赐佛法界 无知者 无说者 无有非无 无知非不知 离此二边 住无所住 这一段在描写什么 这一段在讲 法界的本体 法界的本体 只是意 空无生 是不动的 所以 是否法界 无知者 无说者 因为法界空 空 空知 空知不知 空非知 也非不知 他不是知 他也不是不知 他也不是说 也不是不说 所以非有非无 非知非不知 离此二边 住无所住 非两边 跟着怎么样 相及两边 原教呢 中道实相论 再怎么 双飞 相及两边 双飞显本体 相及再显用 经文 如诸佛 安处 即昧法界 问 如是说 物身 经 不 诸佛所住处 就是怎么样 即昧法界 即昧动不动 是不动的 是不动的 那从通教开始讲 那从通教开始讲 本体就怎样 是不动的 无声 跟着怎样 非断媚 他能够启用 用有究竟跟不究竟 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诸佛安处 即昧法界 诸佛是不动的 代表法界也不动 问 如是说 物身 经 不 听 如是说 不要起这个什么 恐怖之心 那这个呢 为什么说 不要生起恐怖之心呢 因为 一想到这个人 有没有忍我 我们凡夫观人 有忍我 但是在法界里面 有没有忍我 没有 没有的 所以这个样子 会不会生起恐怖之心 有时候你想一想 我虽然生死轮回 但是还有我的存在 对不对 我修行 断了烦恼以后 后来就变成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话 会不会想一想 虽然有生死轮回 有苦有乐 那是不是有苦有乐 比较好 至少好 我还存在 你说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会的 是会的 确实是这个样子 你再给他想一想 虽然现在我人痛苦 对不对 但是我还有一点快乐 跟家人的快乐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就是修行的话 到最后断除了什么都没有 好像五首一 五首一人会感觉到怎么样 恐慌 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亲人 朋友 什么都没有 那哪有快乐呢 你给我讲说 这样很快乐 想一想信不信 难以信受 你说对不对啊 所以这边跟你讲 这个什么 我很如是说 物身经部 你不要生起恐怖之心 在《波勒经》中里面讲说什么 佛得到什么 佛得到什么 最后得到什么 说搞了老半天 说最后说什么都没有 那你说你搞了老半天 什么都没有 你要不要 跟我们人的思维 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叫做 不思义法 不可以意识分别心 去思维它 你站在你反复的角度 去说圣人的境界 你不敢相信的 什么佛菩萨 大慈大悲 什么一切皆能舍 头目脑水 师一切众生 对不对 你想想我们反复 叫你身家财产 全部建出来 可不可以 你看没有人敢说 对不对 我们反复 我一想我家出这些 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今天讲的 菩萨头目脑水 师一切众生 对不对 所有的身家财产 不失给一切众生 你想到我们现世生活 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所以 难以信寿 此不失一法 乃圣人的功德 所以中国古德讲什么 莫以凡夫之心 度圣人之情 所以大圣法 大圣法是给谁做的 对 解脱生死轮回的菩萨做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那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生死未断 那是我们的目标 比方说不可以 对吧 不可以不是说绝望的 对不对 那经文又词法 义名菩提 义名不失意境 有没有 是不失意境 这不失意境呢 当中跟我们的差别 就是在无我 我们讲过嘛 之所以不能失 是因为什么 有我 菩萨以正空性无我 所以能不能失 可以的 是不失意境 生死及涅槃 一凭不惹住处 一凭不生不昧 你看这个都是在讲什么 法界的十相观 在大圣法里面 只有法 有没有我 没有人我 所以你就是把人我给加进去 在看这个大圣法 思维这个大圣法 会跟你格格不入的 如果是无我的话 你认为这个法可不可以 我讲过嘛 我的钱包掉了 你紧不紧张 对啊 我钱包掉了 你不紧张吗 因为怎样啊 不是我的嘛 无我 那个不是我的嘛 我不紧张嘛 对不对 你的钱包掉了 干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但是我的钱包掉了 我紧不紧张 我的紧张啊 为什么 因为有我嘛 对不对 所以大圣法讲到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 无我的 所以为什么说 不可以凡夫之心 意识心下去 思维分别 不可以的 小圣法呢 是对我们凡夫来说 所以用意识分别心 我们可以知道 初世间法在讲什么 这个大圣以后呢 就不是啦 所以不可以意识分别心 来看这个大圣法 经文 若能如是观法界则 是乐观如来 观如来使 不畏如来 畏如来也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坐回一下 我们请合掌 愿消 三丈 诸烦恼 愿得 智慧 真明了 普愿 罪障 稀消除 世事 常行 菩萨道